大家好 大哥大姐們大家好 我是小哥 關施敏 其實我們從小都沒有辦過生日派對 真的嗎 都是在家裡跟家裡人一起吃飯 吃飯 對 吃晚餐然後切個蛋糕 那比較難忘的應該就是去年 去年因為是來到 其實剛來到台灣 剛來到台灣比賽 然後那個時候本來也沒有想要住下來 所以本來想要可能 一個月就可以回美國了 所以 而且那裡路過關想這樣 就是沒有想到 所以那個時候家裡的東西都沒有帶過來 也沒有買機 然後家裡也沒有可以點火的東西 也沒有蠟燭 所以就是沒有那個 黏土 幫我做了一個黏土的蠟燭 上面還有夾的火 然後就是插在外面來的 在隨便買一個蛋糕上面 然後是假的火嗎 然後我一吹妹妹就把那個就扒掉 對 可是假的意思 妹妹也非常貼心 妹妹的時候那個時候粉絲去的蜜冠 就是迷冠 迷冠 對 迷冠 好 跟裡面非常有 跟裡面非常有蜜冠的朋友們 非常有巧思 然後他們也找了一個 在國際氣球冠軍的城鎮會特別的做這個東西 然後因為剛剛那個老師有來的時候 如果你會 戰加小巨蛋的時候 他會幫你訂製一個氣球裝 就是謝謝老師 那本師有沒有什麼話要講 有沒有 這個氣球它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在我們粉絲心目中 小光也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這個 麥克風也希望他有更多的演唱機會 然後也可以快點拜演唱會 然後快點跟粉絲有一些接觸的機會 哇 今天呢還有一個特別的來賓好不好 我們歡迎冠達 從口袋到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 這是 雪花 哇 這有 成月朵樹 送觀觀一朵 梅會花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叫冠達 今天呢 我是要來特別給冠冠一個 十七歲生日最難忘的驚奇 一 二 三 冠冠生日快樂 這是我們這邊的 這邊的娃娃 我從公公的禮物裡面編出了一雙 很高跟的金鋁紅鞋 好啦 為什麼會有這個 紅鞋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特別抓這裡 紅鞋的意思呢 就是象徵了我們的冠冠 從小女孩變成的 大 而且這紅色代表 希望未來在演藝圈的路上 能夠越走越紅 一路順順 好 希望高跟前面目目高 是越差越高的意思 對 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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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 就是教理都平平安安 然後教理人都靜靜很好 嗯 那第二個願望呢 一二個願望 就像剛才蜜冠講的 希望可以有一場自己的音樂會 好 希望接下來想要開一場 自己處理自己的音樂會 好 第一個願望 那第三個願望 你們默默的數據在心中 好 一二三 OK嗎 其實是第二次在台灣過 不過這次是我從小到大的第一次辦生日Party 就是第一次有那麼多人幫我慶祝生日 然後 之前就是 有一次是去年啦 去年在台灣過的第一個生日 就是比較 比較特別的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蠟燭 也沒有東西可以點火 所以就是 妹妹用黏土幫我做了假的蠟燭 然後就是一吹她就把那個黏土扒掉這樣 最喜歡的 其實每一個禮物我都覺得好特別喔 就是有魔術 然後有高跟鞋 然後有一個超大的馬卡龍蛋糕 對 剛剛我的生日禮物 不是 我的生日願望 第一個就是希望 家裡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然後第二個是希望 可以有一天 希望有一天可以辦一場自己的音樂會 對 還有第三個就不講 對 今天就是下午還有工作 然後可能晚上回家跟媽媽切一下蛋糕 對 還是待在家裡吧 回到家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